欢迎收看正常发挥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看到很有趣的文章 其实这个文章它是在2020年就写了 它里面讲到的是说 关于这个所谓直播主被限流的事情 我想这个搞不好兵哥凯翔 其实都有被搞过 只是我想我们是被处理的最惨的 这里面就提到说 这个审核者到底是谁呢 一边钳制言论自由 一边骂对岸没有言论自由 那这里面我就提到说 其实台湾的YouTube的影片审核 是由Google台湾政府事务 及公共政策资深协理 一位陈小姐来负责的 换句话说 它可以决定这个YouTube影片的审核 也就是说可能包含要不要检举成立啦 会不会被黄标啦 会不会被下架啦 需不需要限流啦等等 是由这个Google的办公室 里面的这位陈小姐来决定 那当然就有人去起底了这个陈小姐的相关背景 一看不知道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哇这是相当的绿啊 相当的绿啊 那显然它跟我们现在民进党的政府关系非常好 那也许它在决定哪些直播主 或哪些影片要遭到限流的时候 也参考了一些政府的期待 或者是政府的想法 那很巧 这个很多的这个绿色直播主 或说绿色媒体的网络节目 基本上不太有限流的问题 但是像我们比较敢说话的 那限流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 那其实是2020的文章了 只是我最近突然间搜到看到 然后我就心里登登终于明白 到底为什么正常发挥 甚至包含这个中天新闻 会被限流的这么严重 原来真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存在 那其实我刚才稍微问了一下 说这个单位过去就一直有 只是呢过去你也知道 马英九当总统他不太敢 对网络甚至媒体下什么重手 那就是民进党上来之后 里头的人改销换代 那就很好用 我只能这样说 所以无论如何 还是要请大家 这个持续支持正常发挥 持续的支持中天新闻 因为很显然 这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确实能够透过一些单位 手段来让某些直播频道 节目频道 遭到严重的限流 或说这个压制你的观看次数 一方面降低你的影响力 二方面也让你赚不到钱 让你赚不到钱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多回来补课 多多分享 让我们这个影片的观看次数冲高一点 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到底很多争议事件 很多重要重大新闻 它背后的真相跟代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谢谢大家 今天礼拜一 昨天前天好冷好冷 今天其实蛮冷的 又下雨 所以还是要跟这个 我们的观众朋友 包含一些长辈 或是家里的长辈 邀请他们注意这个保暖的工作 注意保暖的工作好不好 好来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 正式的节目内容 正式的节目内容 虽然 虽然啦 就是我知道你们 心里总是有一些murmur 但是对国民党来说 总是还有期待 期待在2022年 可以有一些好表现 透过某些人 也许他是一个政治明星 也许他是一个 在地方非常有头有脸 有实力的政治人物 透过他们的带领呢 也许国民党在2022年 能够可以选的不要太差 甚至包含非常关键的 台北桃园能够重回执政 台北现在是民众党 桃园现在是民进党 那透过谁当然很重要了 2018年透过的毋庸置疑 绝对不是吴敦义 也不是朱立伦 当然是韩国瑜 那今年呢 2022年国民党能够期待 透过谁来带领蓝色军团 对抗绿色执政呢 很多人脑袋会跳出的答案 第一个 嘣 哇谢龙介啊 哇他的声量很高啊 他也告诉我们说 要从南部开始 南部如果能够选得漂亮 不见得赢那可能就会连带 让中部北部的选情 比较没那么紧张 该连任的能够连任 该有机会可以重回执政的 能够重回执政 那有些人期待 比如说罗志强啊 比如说高金素媒委员啊 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期待 朱立伦主席 但对不起我要告诉大家 就算是2018年 有个韩流 在高雄崛起的韩国瑜 他也是 吴敦义当时的党主席 派他下去 他才有这个机会的嘛 所以我很遗憾的说 不管你期待的是 罗志强 高金素媒 或者是谢龙介 如果朱立伦不点头 那恐怕都很难成真 而现在 很多的媒体 甚至包含国民党里面的朋友 都把矛头指向了 朱立伦身边的一个人 那就是前花莲县长 也是现任的国民党立委 透过同舟计划 重回母党怀抱的 傅昆奇委员 或是傅昆奇县长 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上礼拜我们告诉你 国民党在礼拜三中常会之后 成立两个组织 不好意思名字我又忘了 反正一个是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 一个是什么什么选战策略 什么东西啦 协调 协调还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那在这个组织里面 其实它很重要 它基本上是决定人选的 是去找适合的参选人的 甚至是能够去分析谁比较有胜算 谁代表国民党去哪里选 比较能够击败民进党 然后再提报给这个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 这个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 基本上就是盖章认同而已啦 所以这个组织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组织的执行长是谁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傅昆琪县长 那当然上礼拜我们说了 傅县长他过去有他的战功 这一次回到立法院 在立法院我也常常看他 呛的民进党的官员 讲不出话来 网络上都有影片 但是战力强 是不是能够让过去的争议 被党员所忘记呢 于是现在就有不少的人 跳出来负昆琪县长 在这个党中央的选战操盘里面 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对国民党来说 是加分还是扣分呢 甚至在今天 包含了赵少康张亚中 赵少康赵仙 还有张亚中张校长 还有卓博元 也特别开了记者会 要求党中央要改革 而其中一个部分 就有人认为 傅县长他是 没有办法带领国民党 在2022年的选战 往前冲的 这是国民党里头的 某些意见 不当然 也有人觉得傅县长 是个人才啊 你们这些老鬼都不跳出来 傅县长现在出来 愿意领军 愿意带头 你们在啰嗦什么 针对傅昆奇县长 到底是不是朱立伦的金小刀 这叫傅小刀 傅小刀 以前马云九有个金普冲 金小刀 那现在我们的朱主席 是不是要把傅县长当成他的 不要说小刀 这样对我们县长不礼貌 傅大刀 还是叫做这个 傅手枪 傅大炮 这个大炮的意思是 炮火很强 很有这个选战能力 是不是能够真的 以他对民进党的了解 跟地方派系的手忍程度 来代理国民党 在2022年打下漂亮的选战呢 当然 在绿营这边 也有某董事长 他特别去分析了 傅昆奇之于朱立伦 到底有多重要 甚至还提到了 如果在 朱富体制下 桃园能够拿得回来 哇不得了 2024国民党人选出炉啊 就是朱富配 这个朱总统跟傅副总统 有人开玩笑说傅副就是正 就是正总统 这个傅昆奇副总统 傅副总统 就是正总统的这个说法 但是个开玩笑的说法啦 不过当中提到一个关键就是桃园 确实啊我们早就想过了 桃园绝对是 国民党在2022年的重中之重 不是台北不重要 而是台北本来就不是你的嘛 而台北除了不是你的 对不起 他也不是民进党的 不是嘛 桃园那相对来说 在郑文燦大阿哥的手中如果能够把他给拿回来 那对朱立伦主席还有傅昆奇县长来说绝对是加分 那重点来啦 请问桃园 国民党找到人选了吗 吕玉玲吗 万美玲吗 鲁明哲吗 孙大千我的好哥哥吗 还是很多人更期待的罗志强呢 除了桃园之外 最近高雄也掀起了一点涟漪 因为今天 有这个新的影片 新的画面 说这个罗志强跟高金素媒委员在彰化合体了 很多人看了很振奋啊 哇 两个人又凑到一块 有人觉得这就是南北两大战将的相遇 罗志强选桃园 高金素媒委员选高雄 可是高雄这一仗确实不好打 高金委员会有意愿吗 现在有个画面 也让高雄的民众讨论度很高啊 说我们的川伯最近脸书po文 告诉大家我去拜拜啦 可能是过年了去拜拜 拜哪间庙 拜韩国语拜过的一间庙 是不是代表川伯也心动了 对高雄选战 他有些想法吗 我们今天都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当然不能不提的 他就是我们的贏股贏股贏股现在声量很高啊 不过他的对手可能的对手啦 黄伟哲最近有份民调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伟哲市长有八成以上的民众支持他连任 所以我说如果谢龙介能够出征台南 在台南的选战一定精彩啊 这个声量最高的蓝营挑战者 对上八成民意支持的连任市长 你看看 有拼了吗有哦有好看吗有哦 显然谢龙介是民进党相当相当害怕的对手 所以现在包含了陈廷飞委员 包含了民进党在地一些叫得出 对不起根本叫不出名字的市议员 通通出来巡起而攻之我们的牙沟 还有人说谢龙介就好像韩国瑜 看到谢龙介就像看到韩国瑜 恐怕只会露屏灯亮水沟通 选战慢慢慢慢要开始布局了 那当然我们新系陈时中部长 到底有没有机会 代表民进党出征台北 但出征之前 我想你要先处理一下这个风波 送进检疫所的东西 都让你听起来 把你炒饭翻个底朝天 把你这饼干也打开 巧克力给人家讲给破 嘴唬唬是要怎么吃 这个新我看到其实我有吓一跳 其实我有吓一跳 我没有想到我们现在 在检查违禁品居然延到这个程度 你没有任何可以被怀疑的理由 但你倒霉被我抽到 不好意思 你就只能吃我翻过的饭 你就只能享受我开过的饼干 你就只能耗勾我敲碎的巧克力 到底是合不合法 有没有违反一些被隔离朋友的人权呢 今天引发了非常非常正反两极的讨论跟争议 今天阵的发会都来好好的讨论一下 你们就要来宾 现在明明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郭正的亮哥 还有凯强 还有凯强 我要各位对于金普聪 金老师他的这个评价如何 当然有人觉得他很厉害 帮助马英九打下了一片当年属于蓝莹的江山 说这个小刀不出窍一出窍就要见血 就像上方宝剑一样 这个心狠手辣 处事果决 帮助国民党马英九在当时这个做了很多重要的决定 不拖泥 不带水 精准犀利 所以叫他金小刀 评价很高啊 但也有人说 依照当年马英九的那个气势 寒冰哥去他就是谢小刀 我去我就是王小刀 郭正亮去 你是丹小刀 对不起 我是丹小刀 郭正亮亮哥去就是亮小刀 凯强去的话就是响小刀 或是朱小刀 什么意思 就是马英九当时太强了啦 谁在他旁边随便讲两句话 马英九都是一样赢啊 所以有人说这个 我们金老师金普聪的这个 评价跟历史定位是被夸大了 但不论如何 想到了金小刀 你想到就是冷血无情 心狠手辣 快速犀利精准 对对手毫不留情 对选举撩柔指掌 对派系也能够如数家争 现在朱立伦是不是要找一个 他的金小刀在身边呢 对不起 那要改个姓 这个金小刀要改姓傅 叫傅小刀 傅昆奇县长的出现 其实从同舟计划开始 就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那么现在就有一些国民党的朋友 觉得党既然要改革 那是不是就不应该 让有争议的人 涉入2022的选举太深呢 当然我要强调 我认为傅宪长他是很有战力的 在网路上看这些影片 我说是在乎啦 国民党很多很资深的立委 表现确实也不如他啦 但是个人有战力 跟能不能操盘选举 不见得能够换上等号 那就拿这个傅宪长 有人拿他来 季奇认为他不应该在这个所谓的选战策略提名 什么鬼毛 什么小组里头 那另外 罗志强有希望吗 根据某董事长的分析 但是我觉得 他的分析里面有一大部分是废话啦 我们不用听 但是有些地方还蛮精准的 如果赢了桃园 那这个桃园如果赢下来 里头就藏了2024国民党的正副总统 人选密码 是哪两个人 当然是朱主席跟他的副小刀嘛 就往下看 高金书美委员现在到底要不要选高雄 他回了四个字叫心如止水 这样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是在希望有更多的这个 确定因素吗 还是真的就放弃了呢 那最近我们的川伯有些动作 也让大家觉得心痒痒 是不是川伯能够愿意 克服他不论是家庭或健康上的因素 出战高雄 替韩国瑜把高雄赢回来呢 好另外 谢隆健被民进党 一些不知名的参选人跟议员 呛说是敌桃啦 猪头啦 谢隆健就跟他讲说 没关系猪头比西瓜好 如果让我选我也选猪头啦 因为猪头这个有猪耳朵啊 可以吃西瓜就是水果 也吃不饱 吃太多还容易拉肚子 看起来猪头 好像真的比西瓜好一点 好那因为最近他的很多言论 包含四年给你四十年的幸福 只做一任等等 让他现在变成网路的声量王 那这个声量王要对决黄伟哲 民进党 满紧张的 说 谢隆健就是台南的韩国瑜啦 就是台南的韩国瑜 来我们今天进下一张 我再来请教这个 兵哥 来 这两位 你看 国民党告诉我们 傅昆吉先生对于民进党的选战打法 很了解 熟悉桃源的地方派系 熟悉桃源跟地方派系 好那傅前长也在脸书上贴文啦 说义无反顾 应该是临危受命义无反顾 他说呢 面对傲慢独裁机关算尽 无耻腐败的民进党 这我非常同意 九合一的情势异常的险峻 要扛起背水一战 决定反攻的重则 所以很多人就解读 诸富体制已然成型 这个可能2022选战 很多地方点兵点将 是由傅县长来操盘 对国民党 是好是坏呢 我刚才特别看一下 原来他们就是叫 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 还有傅昆吉 另外一个 富汶吉是 中央选战策略汇报 对对对对 中央选战策略汇报 是是是 我说真的 这两个名字 为什么我很难想起来 你知道 因为听起来比较像 政府机关的名字 比较像党的名字 哈哈 中央选战策略汇报 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 对对对对 听起来蛮像是 党那个中 那个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的名字 很像以前抗战时期 什麼情報機關這樣 那民進黨是叫選對會嘛 選舉對策委員會 那國民黨現在要不要改個名 因為我這個名真的比較拗口 選錯會 對 我覺得改選錯會比較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還常常選錯 所以叫選錯會 我覺得也蠻名服其實的 那你說現在選錯了嗎 其實還沒有 因為現在還沒選 對 連人都還沒挑出來 除了南投啊 這少數幾個地方大概已經 就是初選已經過了 其他大部分的地方還沒選 可是黨中央的策略讓人家看得 一頭霧水 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就是有點自亂正角的感覺 會覺得很奇怪 那你說傅崑奇 傅崑奇過去在花蓮 當然不可否認他六連霸嘛 戰爭標評嘛 不管選立委選現場都贏嘛 可是問題是 他才之前才因為 因為這些因素被跟你們黨切割完 然後現在又回來 回來不到三個月 就直接擔任這麼重要的一個工作 通常什麼時候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你知道 就是上個朝代被推翻的時候 那過去的這個朝成 重成 一朝天子一朝成嘛 對啊 就是之前被趕走 現在全部都回來了 就是班師回朝 然後原來的這些老臣全部要被趕走 通常是這樣嗎 歷史上都是這樣演的嘛 對不對 正常應該是這樣嗎 那現在是這種狀況嗎 好像也不是 那請問一下到底是什麼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 霸場 為什麼到最後功敗垂成 其實中間有一個關鍵 我不是說都是他的因素 有些關鍵就是 小平哥他有點爭議去 啊 對不對 對 我們小平叔叔 各位確實 小平叔 想你好久沒看到你們 那個時候就因為這樣子 造成藍軍一直 沒有辦法 呈現完整的團結 所以才臨門一角 甚至連地方其他議員 都對他有一些這個維持 很多的意見啊 然後他自己當初又說 這就當作回國民黨的第一個大理 大家一聽啊 那還是別讓他送禮吧 那傅崑奇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對他的評價怎麼樣 他才剛回來三個月 我說真的 你一下子就讓他當到這個叫 中央選戰策略匯報執行長 這麼重要的一個任務 就直接交給他 我說真的 你要黨內的人沒有其他意見 才比較奇怪 如果黨內一片和諧 我才覺得很奇怪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狀況 果然張法中老師 還有一些人都有意見 因為張好中老師點出來非常明啊 因為他是馬英九 當時他跟馬英九之間有問題嘛 有矛盾 後來他就離開了國民黨 然後現在你又把他找回來 那這六人還要不要爭取馬英九的支持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顯然朱主席是選擇了副現場的支持 而不要馬前總統的支持 還是他覺得馬英九已經沒什麼影響力了 或是他覺得不論如何馬英九都會來支持我 沒差 因為馬英九中黨愛國 他有可能吃定我們馬總統的人號啊 這也未必 老一家 這也未必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其實 傅坤局現場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想法的人 他甚至一定有很多 策略是非常不錯 不然的話他在花蓮不會屢戰屢勝 所以這樣的人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他擺在這麼顯眼的位置 他如果跟你私交真的很好 你對他要言情記仇 你就 你隨時可以跟他通電話聯絡嘛 台面下的在幕後操盤 就好像雍正 雍正皇帝 所有的策略誰把他弄 巫師道 對 巫師道 他有直接告訴他說 我任命他做什麼大官嗎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他就前底頭交下來讀書一個師爺 有點像是民間友人 但是至關重要 然後來等到他當皇帝的時候 更把他擺在田文靜那邊 對不對 一下讓他去跟李衛一下 當然田文靜 當然這是敗官也死啦 但歷史上真的有巫師道這個人 你知道真的有 是田文靜的師爺 是沒有錯 所以 其實在莫彤座也是保護 保護這個很重要的人 是而且 第一個不要讓他受到一些是非的干擾 而且不要讓他的正理去針對 對他嘛 那再來 你真的有什麼計策的時候 從他那邊出來 爭議就少很多 啊 因為感覺上是皇帝自己出了主意 就不是你的師爺出了主意 這差距就很大 所以我就不懂追人主席 為什麼一定要給他這麼一個 顯眼的位置 這感覺是把他推出來 對 硬把他推出來 那如果這樣 你為什麼不乾脆叫他當 那個主席就好了 主席給你做 我來當執行長 他如果重要到這種地步 我不是說傅坤以現場不好 而是我說 他如果真的是沒有謀略有計策 以他現在 才剛剛回來三個月 你直接問他意見就好了嘛 嗯 對不對 我不相信 我相信傅坤期 現場大概不會很稀罕這種一個職位 這職位沒錢拿 講實在話 還要扛責任 對 談刑上我還得扛責任 到時候還會得罪人 我講實在話 何必呢 所以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就是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那至於說 桃園重不重要 桃園當然很重要 重要 因為對國民黨來講 拿回桃園絕對算是 現任黨主席的一大戰功 如果台北又能拿回來 雙重戰功 這當然沒話講 特別是 桃園可能還比台北難拿 你知道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朱立倫自己本身又當過桃園縣長 如果拿回來的話 表示朱立倫的影響力沒有消失 他在當地影響力還在 對他要選2024 絕對是有非常大的注意 可是我覺得 那位 單身廣不想提的董事長 直接說 直接說那2024 假設桃園拿回來就變成 租付費 我覺得這個想太多 我真的覺得想太多 在我看來 某董事長為什麼要這樣講 你知道 他就是故意要湊國民黨 他就是故意要湊國民黨 真的假的 因為他知道 傅崑琦現在引起很多人爭議 我就故意要這樣講 讓你國民黨內部有些人更緊張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讓你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更深啊 就是這樣一回事啊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當時 張小宗在跟朱立倫爭 當主席的時候 這些綠營媒體不也都是一樣嗎 講說張小宗快要贏了 張小宗當主席之後會怎樣怎樣怎樣 就講了一大堆啊 就目的要造成一種氛圍嘛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我覺得這還操作的蠻明顯的 因為你說 朱富沛 說真的 以傅崑琦現場 我也不認為他會想當什麼副總統 我是真的是認為 以他的個性 我不認為他會想當什麼副總統 所以 故意放這種話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讓國民黨本來亂舉頭 讓你更亂 壞耶 誰放的啊 某董事長是不是 你看我就說這種人 不過 你要換另外一點 某董事長因為現在正在申訴 他要重新回民進黨 所以這是他要立下戰功的機會 民黨弄個同船計畫啊 對不對 弄個同船計畫 要某董事長趕快回去啊 你剛剛在神州計畫啊 你是行啊 神州計畫是老共用 趕快回民黨 不要在那邊 靠著董事長沒有民黨籍 在那邊胡說八道 所以我不認為 什麼朱富沛 是跟桃園選上不選上 有任何關係 我完全想不出來 這個邏輯上連結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奇怪 所以 兵哥你真的太懂我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他在某董事長評價朱立倫 某些部分 我認為還算精準 可是關於什麼桃園備戰 蘇俊斌去選上後 朱富 你知道 桃園朱立倫清點 然後蘇俊斌去 然後打敗黨內的一些這個 競選人物 然後打敗 然後整合桃園國民黨的 藍營的勢力 然後在贏得選舉 然後在朱富沛沒有爭議的出局 你知道的中間 不是過五關斬六將啊 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十八啊 這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這種東西就是在胡說八道 而且我提醒一個最基本 現在傅崑琦我們說他當的很大 因為他是中央選戰策略匯報的 是不是每次都要看一次 對 因為我真的背不起 真的不好記 執行長 那如果台北跟桃園拿回來了 傅崑琦有功對不對 那有恩功勞肯定比他更大 這個人叫黃建廷啊 因為他才是中央選戰策略匯報的主席啊 對啊 所以啊 那這樣的話 你與其他要說朱富沛 那你為什麼不說朱黃沛呢 那黃建廷不得了啊 黃建廷上一次 不是本來要跟郭董一起參選了嗎 幸好沒有出來 不然他如果出來過 他就是他應該中華民國歷史上 唯一一個擔任兩個不同人 選總統的副總統 這也是成就解鎖啊 這也不錯啊 所以如果假設真的這樣 國民黨在今年年底的選戰超級順 不是所有該拿的全部都拿回來 不該拿也拿回來的 那朱黃沛才是選項吧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是聽不懂他那個 到底什麼邏輯 我反而覺得 他應該只是故意想要 在國民黨那些煽風點火 讓你們本來就已經很亂了更亂 那當然朱主席今天也有講 他說 希望就是大家盡量給我們建言 但是不要見縫插針 其實說真的 我們一點都不想見縫插針 那個縫是你給我們的啊 而且我覺得朱主席描繪的 不太精準的就是 那根本現在已經不是縫插針 那是個坑啊 你現在是挖了坑自己跳進去啊 在我看來 海溝 海溝 因為 因為我說真的 本來可以很好解決的一些事情 越搞越複雜 搞到現在 你光是 你不要說是提名六都的人選 或其他縣市長的人選 你連你這個中央選戰 策略會報的人選 都已經搞了 這樣子 到處到處各種聲浪士氣了 那這樣是對的嗎 我就不懂 注意人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他的想法到底如何 我真的搞不太懂 所以 我覺得朱主席應該要先沉浸一下 你先想想看 你光是你這個中央選戰策略會報 我終於背起來了 中央選戰策略會報 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 對 對 這一個裡頭的人選 到底符不符合現在黨內的期待 然後再來我也覺得很奇怪 中央選戰策略會報 你說要擔任縣長跟議長的人 那我就很納悶 我就很納悶 為什麼一定要是擔任縣長議長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選戰的 實際經驗跟慎選歷史 國民黨有一堆人當過 縣長跟議長對不對 沒有錯 絕對有 可是後來國民黨都輸了 不是嗎 為什麼不找郝龍斌呢 你也可以找韓國瑜啊 馬英九也當過台北市長 韓國瑜你就玩具了嘛 韓國瑜你就玩具 就是他那個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 玩具 那 我就覺得奇怪 那江啟成呢 對喔 江啟成你為什麼不找 張亞中你為什麼不找 卓國瑜你為什麼不找 我就不懂 趙先生也可以找啊 對 趙先生也可以找啊 我覺得趙先生也可以 至少他當年也是政治金頭 他在媒體上有影響力啊 他選戰經驗非常豐富啊 為什麼都沒有 我不懂啊 因為趙先生會搶他的2024啊 我直接講好不好 其實根本不太可能 根本不太可能 你說他們不會搶還是國民黨沒有2024 他根本搶不了 OK 因為 我其實 如果選得好主席還是最 功勞最大的嘛 對 因為如果選得好的話 朱立倫2024首尾其誰 選不好的話 你想選也沒得選啊 不就這樣子而已嗎 你現在對朱立倫講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2022 打一場漂亮的仗打贏 你才有2024的基本門票 還不見得一定是你 何況2022如果打輸的話 2024選的鬼 你2022打輸你就下來了 你也不用想幹到2024 當然之前韋漢不同意我的話 韋漢說 國民黨的向來的傳統 是只有秘書長才會下 哪有馬英九都辭過 怎麼沒有 其實馬英九辭過 吳敦英也辭過 吳敦英是被人家逼著辭的 比較難看一定 可是還是日辭啊 所以2022國民黨如果 該贏的沒贏 不該輸的還輸了 朱立倫非下台不可 我講實在話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你根本不需要去想什麼2024 你2022如果選得好 2024你就是有希望 2022如果選不好 你根本沒機會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現在在佈局2024 你在佈局什麼毛的 我不知道 講實在話 韓國瑜 當年哪有想過要選總統 根本想都沒想過這件事 對不對 他就是把高雄先選好嘛 是啊 總統就我的啦 老實講高雄 不是到最後關頭 也沒有人認為他會當選 講實在話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我跟你講 千金難買早知道 機關算盡太聰明了 不用去算這些東西 這也沒什麼好算 你先想辦法讓國民黨現在 至少先黨內內部團結 然後想辦法提出一些 能夠至少讓各方面都比較 不服眾望 能夠合乎眾望的人選 這樣子你才開始有比較 穩穩的朝向2022 2024的路走 不然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真的拜託出主席 雖然我們常常 跟你講話不是很客氣 我真的沒有想要見風插針 我也不知道要插什麼針 因為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現在除了你 誰還能領導國民黨 我也不知道 我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當初 前兩次敗選的時候 人家都說 要求你辭當主席 我是不認為的 我不認為 因為辭也沒什麼意義 現在上來也是一團亂 所以重點是 你要趕快把它做好 但如果你做不好的話 那就是大家都沒了 我也不用講 也不只是你沒了 大家都沒了 當然這個副縣長 我個人認為他是很有戰力 那副縣長 他確實對於這個 國民黨在過去 也有非常多的貢獻 只是因為現在他 過去他有戰功 那當然也有一些爭議 那現在很顯然 在黨內 他的爭議 比他的戰功 還要更加的被討論 比方說 在今天呢 這個張亞中老師 還有一位這個 中央委員 還是中常委 中央委員 還有趙少康趙先 還有卓播員 卓縣長 就開了個記者會 說改革 要從建立制度做起 好啦說到改革這件事情 就免了啦 四位大哥 四位這個叔叔級的 這個長輩 就免了 因為謝龍介 我們在我們節目 講得很清楚了 沒有這種東西啦 現在改革 就算謝龍介 當主席 他也改不了啦 他也改不了啦 這個要真的改革 也許 等到國民黨 再出來一個總統 像當年的馬英九一樣 好像現在的蔡總統一樣 沒人之下萬人之上 我說的話沒人敢不從 哪一個不從 我就讓你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除非有這樣子的強人出現 不然國民黨我想 可能很難改革啦 那除了改革之外 張亞中校長 特別就針對了 副縣長有一些這個意見 他說 中央選在策略匯報負責的執行長 是被包括前總統馬英九等等 非常反對 具有真意性的人物 也就是副縣長 黨中央認為他可以決策 所以擔任執行長嘛 要不要出來解釋一下 那這也凸顯現在的黨中央 跟黨員之間有脫節 讓副縣長操盤是黨主席的權力 但朱主席你應該要講清楚 為什麼非副縣長不可 那也因為 副縣長在回黨的過程當中 確實充滿爭議 除了張老師之外呢 包含巧欣 也在我們這個節目 在旁邊等一下給他講 他還說 這個馬總統時代操盤手 是金普聰 然後到朱主席變成了副縣長 這個落差未免有點太大了 就是馬英九有金小刀 那現在朱主席 是不是也找了一把副小刀來 還是巧欣覺得是副指甲刀 今天揮文哥還賴我 他賴我什麼呢 他在做一個YouTube的民調 他的民調問題是呢 就是趙大哥張亞中 希望國民黨檢討 徹查中央委員會選 請客換票的陋席 請問你支持嗎 然後呢86%都講說支持 藍一定要改革 他也請我呢 線上去跟他們一起做這個民調 那呢這個其實是這四位 他們今天記者會的主軸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做一些選舉 那在做什麼很多中央委員 中常委選舉的時候 就開始出現一些換票的一些亂象 那如果你今天換票 你就是單純說 我跟你講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些朋友 那你相信我你支持他 我是覺得還好 可是當你開始有請客吃飯 或是金錢交易的資源分配的 來往的時候 我個人是覺得 我不是很支持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在2022年的這個選舉 或是說進到2024年 國民黨希望能夠得到 從藍營的基本盤 再到中間選民 甚至再進一步到年輕選民的支持 我覺得在形象上面 其實那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當然知道說 其實我的受訪權文是這樣子 我說 因為人家是問我說 那這個傅崑奇 他是不是現在擔任 執行長的那個位置 我說好險黨中央有出來澄清 不然的話人家會認為 沒有這個職務 對如果2022年的操盤手 你告訴我們大家 全台灣說 我們國民黨的2022年的選舉 總操盤手是傅崑奇 我覺得其實對國民黨來說 是沒有加分的 但是作為其中一個委員 坦白講我沒有意見 因為我也知道說 這半年來 朱立倫他最倚重 全國民黨裡面 最倚重的一個人 其實就是傅崑奇 其實當主席選舉都開始了 對 然後還包括就是說 現在在高雄的參會 有沒有確實有參會 其實有參會 他在各區有沒有在運作 確實有運作 他能不能運作的起來 我不知道 但是呢 這個運作跟他作為執行長 那個角色 我覺得還是有落差的 就像你一個國民黨裡面 有很多人他有戰力 有幫忙什麼的 但是主席就是那一個 秘書長就是那一個 那主席跟秘書長 他代表了所謂國民黨的形象 他不只是說他有功能 所以我認為說我其實 不會特別反對他 在提名委員會的那些名單裡面 不會特別反對他去幫忙國民黨 但有沒有必要當一個操盤手 那可能有在上去 就執行長這個位子啦 因為這是中間有一個誤會 然後就被民進黨他拿來去講說 你看國民黨的2022年的 這個提名小組的執行長 就是傅崑奇嘛 可是黨中央其實已經澄清過 沒有這件事 所以最主要我是在幫國民黨澄清說 沒有啦沒有這個事情啦 那傅崑奇他有他的能力 可是我覺得這個跟操盤 我覺得是兩回事 他應該能夠做的就是說 在跟他比較熟悉的縣市裡面 然後把大家找來 然後如果他進一步有能力去 處理跟協調 這些不同意見的人 然後找到一個共識的話 那我覺得對國民黨 或是對朱立倫來講 是加分的 可是你如果講說在選戰的策略 包含像在空戰這種地方操盤 那我覺得傅崑奇 就我對他的了解 他的經驗上面 可能還是有一些欠缺 所以小新除了經驗欠缺之外 你會不會擔心就是說 傅縣長他今天擔任這個 所謂操盤手 反而對國民黨的形象有扣分 甚至被對手陣營拿來攻擊 我當然會啊 可是因為我也知道說 因為我也不想要就是說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但是因為朱立倫 他很倚重傅崑奇 這件事我們已經很清楚了 所以在朱主席 他還是主席的情況之下 你叫他說 你不能去找傅崑奇做任何事情 我認為我這樣子的要求是強人所難 所以其實我當時是 對於他的黨籍回復的這個爭議 我是有意見 但他回到國民黨之後 我認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既然已經是我們的黨員了 那主席又很倚重他 請他去幫忙一定程度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合情合理 反而跟他講說 你回到國民黨了 然後呢 你都不能幫國民黨任何忙 這個我覺得 反而在邏輯上面是有矛盾的 找他回來就是要請他幫忙嗎 對 只是說他幫忙 你不能說 一開始 那大家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民進黨他們 今年2022他要攻什麼 他就是要攻國民黨形象問題 這個已經非常清楚 從鹽框橫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應該要著手準備了嘛 那你這個時候 你再去請傅昆琦 他擔任操盤 操盤手是什麼 就等於是說議題選戰的策略 那像以前的話 我們這種操盤手都是 每天要處理記者會 今天要開什麼 標題是什麼 就打下去了 就是說從空戰到陸戰 樣樣都歸他管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就是會被民進黨拿來放大 但其實國民黨這一次 並沒有設置這個職位 所以我是認為說那還好啊 就是國民黨已經有澄清了 並沒有設置這個職位嘛 否則跟大家心裡想的這個位置 實在是落差太大 那如果這個操盤手不是傅昆琦 那朱主席會找誰當操盤手 他自己嗎 我覺得就是他自己啊 哈哈哈 你有聽到稻吸一口氣的聲音嗎 因為目前我們所理解到的 黨內的情況是說 黃建廷秘書長 並沒有被分配很多角色 他比較像是執行的任務 那很多的一些工作 他也是比較後知後覺 他可能後來才知道的 那也曾經有過幾次 就是跳過他的這個情況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是傅昆琦的黨籍案 就我的了解 那就是跳過他的 主席親自處理就對了 對就是主席親自處理嘛 因為我剛剛你講過 朱立倫現在最倚重的人 其實就是傅昆琦 我很清楚知道這一點 這個我這個我同意 所以我並不會說傅昆琦 不能幫忙朱立倫 他們就已經這樣了 不然要怎樣 難道我要一直照 你不要拆散人家嘛 對不能去拆散人家嘛 但是我覺得至少要求說 要注意到民進黨在選戰的攻防 他要攻什麼 就我們至少要做好防備吧 你不能說就是因為 我剛剛很好 所以大家就把衣服都脫掉了 然後在冰天雪地裡面 讓民進黨丟石頭 我覺得還是試圖 大家要一起把這個衣服穿起來 才有可能會一致對外 所以我認為其實 我們不管講先前 就是盧秀燕侯友宜的這個 詢問的這個爭議 或者是說在提名委員會裡面的這個名單 其實我會建議說 如果真的主席是想要擴大決策圈的話 應該要納入更多縣市首長的意見 比如說像剛剛韓濱哥講說 可以找趙少康啊 他有打電話問趙少康啊 但趙少康就說他沒有辦法嗎 那他怎麼樣 他也不是說我沒辦法 就給你掛電話了 其實他也蠻有誠意 他說但他推薦豪龍斌 那這時候擋中他應該做什麼 你就很清楚知道說 好龍斌可以代表趙少康的意見 可是朱立人說這樣喔 掰 這沒中掛啦 對所以 好了掰 對所以我覺得要解決這些爭議的方式 就是你先問盧秀燕嘛 那盧秀燕他可能不行 或是他覺得說再看看 那你就要問他說 江啟成啊 對你有沒有推薦的人 那江啟成可不可以 對啊 那江啟成可不可以代表你的意見 那如果OK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去找江啟成 人是一個一個問出來的嘛 那侯友宜這邊好 你可能侯友宜他不行 那請問侯市長 你有沒有推薦的人 業員支啊 對啊業員支 業員支納進來嘛 你看可以推薦業員支 就問他 他如果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人 其實在KTV裡面開會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人還不錯 那就把他納進來 那你的決策圈裡面就會比較豐富 否則的話我會擔心就是說 決策圈還是太單一了 都是主席身邊的人 不管是說是傅崑奇 或是裡面有幾位 像是那個負責高雄的 然後還有黃敏公 其實我們大概在黨內久了都知道 這些人全部就是他的人 然後呢那個決策圈也是一樣啊 你去數喔 其實過半都是主席的人嘛 比如說三個副主席再加上秘書長 其實再加他一票五票 其實小心那個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 當這個盧秀燕市長 侯友宜市長 韓國瑜市長 跟黃敏輝市長 都退出之後 裡面剩下的 全部都是他的人 對 沒有其他人了 沒有其他人了 全部都是他的人 這就是在徵詢過程當中 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會最後導致成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類似的情況真的不能再出現了 因為像先前大家都說要 擴大決策權 那他也承諾說要擴大決策圈 那很顯然 這次擴大決策圈的動作算是失敗了 很多人問民進黨 我跟大家講 民進黨的這個選對會裡面 他就是看派系去分 對 比如說呢你新潮流比較大嘛 那你新潮流就是推薦兩個人進來 各派系的頭人嘛 對各派系你自己推派嘛 你推派可以來開會的人 那你來開會你代表你派系 你就要搞定你的那群人 所以他們為什麼他們開那些選對會是有效的 是因為他實際上面他是按照派系的規模大小 那蔡英文我去算過 就是我有去分析過 那跟蔡英文蔡主席比較好的人有多少 我算過之後他是剛好過半 剛好過半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大多數的時間你們表達意見的時候 就有點像立法院長的角色 你大多數的反正你們就看你們怎麼討論 但如果今天我真的超級在意這件事情的話 那不好意思 你就是要聽我的 因為我的票數是夠的 所以他們透過第一個派系權衡 第二個主席的分量 你要大一點但不能大到變成八成 不能大到幾乎都是你的人 因為那樣子的話 大家就覺得來這裡只是在背書 我根本沒有發表意見的空間 我只要意見跟你們不一樣 我就是被大家圍毆